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NBA絲瓜第一品牌 那幫你們邀請到的來賓就是 人在紐約的Kwon 這個開頭我們沒有Re過啊 這個是跟人性有關的 今天找你來 主要我們是想要釐清你跟Eric之間的這個牛肉事件 因為在上一部影片裡面 我看到有網友在留言區有提到 之所以你跟Eric有這個所謂的牛肉 齊音好像是因為Eric去割包皮 他沒有揪Brian 然後你把這件事情爆料給了鏡周刊 鏡額隱身在D卡上面的這個延上 那關於這個部分 Kwon 你有沒有想要跟觀眾誠心的呢 他們兩個我是不知道啦 可能有脈一雙咪的活動吧 這個他們的私事我就不太 我就我沒看過啊 不予置評 但我覺得之後我跟Eric的牛肉 應該會有一些update 大家在拭目以待這樣 我們 My Homies 不會跟Kwon同台的啦 好 那今天找Kwon來 除了黎欣他跟Eric之間的牛肉以外 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討論一下這個新出爐的 NBA GM民調 他這邊做了很多調查 比如說誰會贏冠軍啊 東西區的季後賽排名 以及這個什麼MVP的預測 有一些是之前我跟Honku 在錄節目時就有提到過的 所以這些我也就不重複了 我主要想要針對一些 我們可能沒有聊過的話題 來進行討論 那首先 Kwon 在看完這份民調之後 有哪些預測是令你印象深刻的嗎 有 最讓我震驚的 應該是關於新人王的這個獎項 因為每一年他們都會做這個survey嘛 我稍微看了一下之前的民調 其實基本上第一順位或是狀元簽 都會得到一些票數 我也覺得很合理 但今年的狀元 Zachary Rishashay 一票都沒有拿到 然後第一名是Reed Shepard 針對Reed Shepard拿到第一名 其實我沒有什麼怨言 他夏季聯賽以及熱身賽 甚至是火箭隊內 有一些rumor都說他打得不錯 但Reed Shepard一票都沒拿到 我覺得蠻誇張的 因為Rookie的survey 他們有做兩個 一個是好像未來五年 最看好的新秀 那個裡面就有Reed Shepard 但是新人王 完全不給他任何的consideration 我調了一下資料 除了2017年Markel Foltz之外 沒有發生過 但Markel Foltz那時候是因為 他機前就受傷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情況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Reed Shepard 今年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證明自己的身價 那看完他熱身賽的表現 我必須說 我是非常期待他能夠打臉酸名的 因為各位都知道 一直以來我都是站在第一線 挺到我家少主的嘛 對不對 所以看到他有一個非常好的搭檔 我的內心也是感到很欣慰的 那我這邊想要聊的是這個 哪位球員在新球隊 會產生最大的影響 根據這個GM Survey 所提供的資料顯示 有60%的GM 看好Paul George 對76人會產生的影響 那關於這個部分 Kwon你有沒有覺得60%有點太高啊 雖然我知道他在熱身賽表現得非常好 昨天投進了4顆三分球嘛 可是欸60%欸 這樣子對其他的球員 像我家大橋 或者是我們的軟堂哥 是不是有點不尊重啊 Yeah 我覺得如果我要再選另外一個球員 我可能會選 Kwon Anthony Towns 但我覺得Paul George 他應該可以帶給76人 很不一樣的這個新氣象 但Again 那個傷病死就是問號 但對於Paul George 這個我其實沒有太多的怨言 因為如果你看其他 除了Kwon Anthony Towns 除了大橋 或是除了Paul George以外的人選 其實沒有很多大咖 是我會願意放在他們前面的 Klee Thompson到小牛 我覺得一般般 你說小一點 John T. Murray到醍醐 我覺得有點不痛不癢 所以我自己倒是還好 令我感到比較意外的啦 是Chris Paul 沒有出現在這份名單上面 他或許不會是Top 3 但我覺得第四名 有沒有可能是他呢 雖然說我不看好他在場上的表現 但是我認為 以他過去的經驗 跟他帶隊的能力 即使是場下領袖的他 依然可以替馬次貢獻 許多這個經驗的傳承 讓他們贏更多場比賽 至少那個比賽內容 不會像去年那麼難看嘛 所以我很訝異的是 居然沒有人看好Chris Paul的部分 好那再來 Kwong 還有哪些survey 是讓你感到意外的呢 我覺得說意外 可能不是最恰當的形容方式 但是我看到 Jason Tatum 在小前鋒排行第一名的時候 我會開始有一點去質疑 這個survey的用處在哪裡 我就是喜歡你現在的態度 請繼續保持下去 OK我對他在這個排名第一名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第一點是他去年很大一部分時間 他都打大前鋒 以實質功能來講 他也比較貼近一個大前鋒 Jalen Brown在塞爾提克的定位 還比較貼近小前鋒 另外一點是你看這個survey 空位第一名是Luka Doncic 得分後位Luka Doncic有票 然後小前鋒Luka Doncic 也是第二名的票 那我們現在分這個位置 做這個survey的意義在哪裡 就如果你問我說 Luka Doncic還是Jason Tatum 我想都不用想 我絕對跟你說Luka Doncic 但是Jason Tatum 在那個小前鋒位置上面的排名比他高 就我不知道這樣講 有沒有那個邏輯性在 但對我而言 這個survey會有一點點失去他的價值 簡單來說 你不是針對 我們鐵圖母 是不是最強小前鋒 去進行這個反駁 你比較在意的是 這個位置上面 好像非常混亂 對 就是這個投票制度 是不是有一點點過時了 嗯 我自己是覺得啦 如果你要分的這麼細 然後又分的這麼不明確 很多人都重複 像譬如說Kevin Durant 也是出現在小前鋒 跟大前鋒的名單裡 我自己會認為 那你乾脆就投一個什麼 Top 10 Player就好了 就是你沒有必要去分位置 然後分的又這麼不清不楚 那至於位置的部分 我這邊補充一下 今年是Stefan Curry 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第一年不是聯盟中 最好的控球後衛 我也不是要湊他或是什麼 只是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這個數據 因為我知道 大家應該都很關心我家嘎人 那再來我想要跟各位討論的 是這個防守者的部分 因為他這邊有分得很細喔 聯盟最好的防守者 最好的外圍防守者 最好的內線防守者 以及這個最全能的防守者 那前面這三個選項啊 我認為他都是符合主流意見的 但是聯盟最全能的防守者 Yanis Antetokounmpo 關於這個部分 況有令你感到訝異嗎 因為老實說 我其實不太能分辨 到底最好的防守者 跟最全能的防守者 這個差異性是在哪裡 我其實懂你的意思 而且Yanis在防守端上面的定位 比較偏向一個常人 不是那種後衛型的防守者 但我沒有太多意見的原因是 你有看到昨天熱身賽 Yanis Seba Lebron的那個上籃 轟回克里夫籃嗎 就我覺得他確實是一個 防守範圍很廣的 封線球員 但我可以理解 就是你剛剛講的 最全能的防守者 跟最好的防守者 這之間的定義差異性 到底在哪裡 我也有這個問題 對 但是對Yanis這個人選 我覺得就是 OK I kind of get it 如果是以他 昨天的那季火鍋來說 我覺得沒錯 是可以這樣講 因為主要是 他蓋掉的是 大家公認的三羊的 Brown James 對不對 如果他今天蓋的是 Michael Jordan 那就沒什麼好討論的 對不對 因為是理所當然 是這樣子 Stop it 其實這個東西就蠻有意思的 因為最全能的防守者 比方說第二名的 O.G.A.N.U.B. 他並沒有出現在 前面這三個排名裡面 突然在全能的地方 你又看到他排名第二 跟斑馬 是同樣等級的球員 這個是令我感到 就是不解的地方 照理來說 如果他這麼全能 他是不是應該至少要出現在 這個最好防守球員的名單裡 我其實也不是很確定 那個界定的點到底是什麼 我其實覺得很多GM 每一年收到這個票的時候 搞不好他們是找一個proxy 或是別人幫他們寫 或是他們就亂寫一通 我覺得也不是不可能 概念有點像是 Eric來上我節目 就是來騙通告費 是不是這樣子 我沒有這樣講 然後這個牛肉是你跟他的 不是我跟他的 再來我想要跟Kwon討論的是 這個體能最好的球員 那這邊GM的民調依序是 Anthony Edwards Yanis Ander DeCumbo 以及Amin Thompson 那關於這個部分Kwon 你有什麼想法嗎 跟你當初所預測的 是差不多的嗎 我覺得他們在考慮體能的時候 應該不只是考慮彈跳能力 包含可能速度啊 身體協調性 這些東西都有考量進去 但有一個遺珠我會想要提出來 是Shaden Sharp 你剛剛提到的Anthony Edwards 然後Yanis Ander DeCumbo Amin Thompson 他們都是很好的Athlete 但是我認為以 不管是彈跳能力 身體協調性 這些綜合起來 我覺得Shaden Sharp 至少要在這個討論範圍裡面 我覺得聊到Shaden Sharp 我真的就有很多想法 可以跟觀眾分享 首先大家都知道 去年我有去現場看他打球嘛 夏季聯盟的時候 跟小虎一起 在觀察他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有注意到一點 Shaden Sharp 他的體能進不進爆 絕對進爆 可是他跟其他人的差距是 首先他跟Tracy McGrady 其實有一點類似 Tracy McGrady 他過去給人的一些負面印象 就是說可能他在場上 並沒有用盡全力 因為看他打球 實在是太輕鬆了 給人一種莫名的懶懶的感覺 即使他可能已經卯足全力了 那Shaden Sharp 其實就有一點這樣子的感覺 再來 說到體能進爆 其實Shaden Sharp這邊有一個bug 他彈跳力非常強 他很能飛 當他有一個 wide open lane 他能夠在沒有身體對抗的情況下 做一個起跳的動作 那他就擋不住了 可是我覺得當你跟他上身體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辦法 讓你感受到 他的那個體能進爆程度 我覺得這個是為什麼Shaden Sharp 沒有辦法出現在這份名單的理由 好那再來 我覺得這個爭議性非常大的一個地方 就是關於這個 最後一集要交給誰的部分 排名第一的居然是我家咖哩 欸各位要知道 過去幾年 他可是號稱最強順風球王的喔 關於這個部分 你是怎麼看的呢 你的最後一集 想要交給誰 我其實沒有反對Curry的這個選項啊 你看今年奧運的時候 打法國金牌戰 LeBron Kevin Durant 兩個人都空檔 但Curry 噴著兩個法國防守者 直接投進一刻三分 然後大家也不會說什麼 我覺得這個就是Curry 他最後一集的魅力所在 他不管在球場的任何位置 一旦過了半場 他就是一個threat Kevin Durant 也是我另外會考慮的人選啊 甚至LeBron也是我一個考慮的人選 但是Curry在這邊 我覺得很合理 你一個沾黑說你要考慮LeBron 這怎麼聽起來怪怪的啊 因為我看上面那個名單 是不是沒有LeBron啊 呃對沒錯 是不是沒有 我幫他說說話啊 不然大家都一直欺負他 Bron你最近打那麼爛 大家一直怪LeBron頭上 要幹他什麼事啊 現在要聊這個是不是 欸我跟你講 我今天早上起來 還有看到一個Instagram post 他是在說 Bronie James 是現在全聯盟正負值 最低的那位球員 負40 上場時間都沒有很多 可以累積成這樣 那個效率也是蠻高的啊 那我們節目的最後啊 要不要再來預測一下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覺得新賽季開打 Game 1 胡人的名單裡面 會不會有Bronie James 沒有啊 我覺得如果是Game 1 肯定會有啊 因為他們要把這個話題製造起來啊 Bronie跟LeBron同場 在正式的比賽裡面 我覺得胡人一定會 Capitalize 這個機會 啊 所以言下之意 你認為 Bronie James 現在在胡人的定位 就是一個Prop 吉祥物的概念啊 對啊 你看LeBron不可取了 把自己兒子都變成吉祥物 把他變成一個Prop 我為此也是感到 非常的心痛啊 對 希望 我真心希望 Bronie可以打起來 因為要不然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於LeBron 多多少少 會有一些負面的傷害 但是現在看起來感覺 他只能靠Brice 我覺得 Yeah 我覺得Brice有機會啊 不能說他沒機會 而且我覺得Brice蠻有喜感的 我其實蠻喜歡他的 對 那是Brice比較有喜感 還是Eric比較有喜感 我覺得Eric那個是 渾然天成的 那個 我其實每次跟他錄節目 我都蠻愉快的 我覺得大家不要再嘴他 這是什麼好嘴的 對啊 我們私底下都是好朋友嗎 我在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我們不在家的時候 我們家的小貓都是Eric在鼓的 所以真的啦 就是Eric跟我私底下是非常好 大家也不要再說什麼 我跟他之間有什麼Beef 對不對 有也是他跟Kwon 還有Brian之間 因為這個包皮事件 對 我再次呼籲 我是真心希望 他們能夠 手牽手 我的 淘汰 淘汰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 告一段了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